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只老虎为什么一只没有尾巴呢 你应该问你托儿所的老师 而不是问我 人家是一个有名的儿哥 听得懂吗 我开个玩笑 那个台长 我给你反馈一个事情 就是上个礼拜我不是问你吗 就是那个我儿子的事情 你说他没什么事情 马上就要那个就马上就会出院的吗 然后那天我挂下电话 第二天啊 第二天一早来查发的那个主任医生 就通知我们他说好出院了 看见吗 然后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 然后那个那个出院之后 因为那个那个当时检查出来说 照闭槽心脏闭槽 他说他的那个两就是那个 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有一条跟缝一样的了 就是没有长好 然后呢那个医生说呢 他说就是说如果说后面复查 越来越大的话就是先天性 心脏病了 如果说他自己能长好的话 就没有问题 但是呢他说如果说运气好的话 一般都会长好的啊 然后我们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去复查了 去复查 然后挂的是那个专家号做的闭槽 然后那个专家说 他说没有他说没有没有任何问题啊 他说你上次是那个在哪里做的闭槽 我们就跟他说就在你们这里啊 然后他把那个电脑 那个那个那个图像调出来 他说那个上次那个中间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那个裂缝了 就是没有长好的那个那个图像 然后这次啊 这个医生根本就是不相信 他说怎么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会那个长好的 就是说他的意思可能要么注册了什么的 然后很神奇的 然后去复查的时候 所有的血像什么啊全部是那个的 全部是好的 看见了吗 菩萨保佑啊 菩萨保佑 真的是菩萨保佑啊 这一次 这一次的 你要每一次都要菩萨保佑好好念经 是的 是的 我们那个他生病了就是给他烧小房子 放生就是一直在按照那个你的方法在做嘛 所以说这是特别的顺利 感觉 要要多要多告诉别人 让大家都知道 明白吗 好的 海大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分享的这个事情啊 你上次是不是开始过就是说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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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护法人就不会惩罚了 是这样的 就是他那个 比方说有那种 有点炫耀的那种 那种感觉的话就不太好了 对吧 因为你不能控制 你今天讲话里面的 如理如法问题 所以你跟菩萨讲一讲 护法人讲一讲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是的 好的我明白 那我把这个事例如果写下来 那个 发到博客上之后再去 再去那个分享这样可以的吧 那当然了 这么好的事例让人家增加信心 你就功德无量 好的好的 那我明白了 台长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其他没有事情 我想问你一下 那个我儿子啊 那个我大儿子啊 那个 这次 我们自己那个楼下的那个幼儿园 望明能报得成吗 你能不能帮我感应一下 因为我在考虑要不要去拖人什么的 你要拖人的 是要拖人的 已经满了 因为我昨天抽了一个签哦 不太好 所以说我今天想问你 看见了不呢 嗯 好了 那拖人能拖得进吗 不知道 好好念经吧 嗯 那如果说要念经的话 给他念什么 什么经呢 准提神奏 姐姐奏 心经 啊 就这个三样经是吧 一直念是吧 啊 好了 小汉子要不要配合呢 随便了 啊 随便 这种都是小事情 好 小汉子得变成啊 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 你去 你去用点智慧去跟人家游说 不要呆呆的发誓啊 跟老师说 好 我们住在楼上 我们很爱托儿所 我们以后会家长会 啊 帮你们来免免费来打扫 一个星期打扫一次两次 你这种话一讲了吗 你孩子就进去了 拖人都不要拖了 听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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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鸟叫啊 好了 再见了 好的好的 谢谢太长 感恩 再见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喂 哎 哎 师傅 师傅你好 请问听得听吗 听得听 讲吧 啊 师傅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师傅今天弟子跟师傅分享一件事情 嗯 就是有位同修在上乡的时候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直接显化出来 啊 用意念对他说 啊 您师傅在人间吃了很多的苦 你要多帮帮他呀 很多苦是你们根本不能想象的 不是菩萨心 没有那个愿力 没有那个决心的话 他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呢 你师傅早已放下一切 心里装得全是众生 没有小我了 你们不要看他平时那么严厉 他一个男人 为受苦众生而求的时候 流泪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看见呢 如今末法时期 人间恶魔当道 人为名利财色所谜 很多人 人形畜生是 恶鬼是 将人间变成人间地狱 这正是魔之所愿啊 正邪事不两立 心灵法门对物越来越壮大 但是魔也越来越多 稍有不慎 就会被外道所利用 堕入恶道 佛菩萨是为救度众生脱离苦难 而魔是蛊惑人心 辅着人的正气和正能量 徒儿要和众佛子 抵御魔道 修正道 越是贪求什么 那就是魔 徒儿在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时 可曾记得 因舵地狱恶鬼畜生 诸于恶趣边地下间 你们在念诵经文时 只知道宵夜 却不知体悟其中的深意 对于过去所犯罪业 一定要深挖忏悔 更重要的是忏悔之后不能再犯 不做地狱 恶鬼 畜生道 光求我 加持是不够的 就如一颗种子 如果是坏的 那么即使生长在地下 有阳光 有雨水的滋润宽盖 阳光雨水 如同佛菩萨的加持 它还是长不成的 只有痛挖自己的裂根性 找到根性 成为一颗优良的种子 才是根本啊 难舍要舍 难戒要戒 学佛修心就是要悟 人间不过幻象而已 钱财如果善家利用 就能造福众生 可是如果处理不当 它就是一堆废石 土耳 令谨记因果定律 是铁律 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 你们在修心修行中 更不能动人因果呀 师父 这就是这位同修 在上乡的时候 菩萨直接显化 跟他开示的一段内容 他知道是哪位菩萨吗 他知道吗 师父您说什么 我说他知道是哪位菩萨 菩萨给他讲的吗 他就是上乡的时候 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 因为是画像嘛 然后就直接显化出来 变成真的观世音菩萨 对 跟他开示的 是菩萨讲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讲 因为我最清楚 我的事情没人知道 只有菩萨知道 对不对呀 救人怎么这么容易 救人很苦的 你想想看 你问问你 你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不好 你爸爸妈妈要救孩子的时候 什么感情 你就知道 对不对呀 师父帮很多人求的时候 什么感情 你们想想就知道 对不对呀 帮人家求的时候 要切夫之痛 真的 对不对呀 否则怎么能救人 看看人家苦 真的像自己苦一样 那才叫菩萨 对不对呀 所以做人真的不容易 你要做一个师父啊 你要为所有的弟子要承担责任 对不对呀 要悲啊 要悲业的 没办法 所以菩萨了解我啊 所以我经常跟菩萨讲 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 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讲 有什么事情跟观世音菩萨讲 那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 对不对呀 好好努力了 要对得起菩萨 要对得起师父的 很多人在 很多人还诽谤师父 你说师父什么感情啊 什么感觉啊 对不对呀 想一想就知道 对 就像自己的 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自己的孩子 不能够理解 做父母的一种苦衷 反而还要对父母不好 还要骂父母亲 父母亲不要吐血的 从小一口奶 一口饭的把它喂大 对不对呀 你想想看 最后还要骂父母亲 还要对父母亲不好 你说父母亲不要吐血的 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 师父就是弟子 针对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开示 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观世音菩萨说 师父为了救度众生 在人间的吃的苦 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然后 礼佛大忏悔文当中 也提到 佛的名号中 也有一个称号 叫做钓鱼丈夫 是不是就是菩萨通过 难忍难忍 难行能行的行愿 成就的 这个一种称号呢 对呀 对呀 祖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称号的含义 对呀 对呀 调义丈夫啊 对不对呀 天人啊 对不对呀 都是的 他就是说 这几种位置 都能修成佛的呀 大丈夫 现在知道 什么叫丈夫了吗 大丈夫 所以现在 现在不是大丈夫 就是小男人 听得懂了吧 嗯 好了 就一定要有 一定的心量 一定的境界 才能调伏自己的心 大丈夫 是什么意思 还不懂啊 对不对呀 所以孔老父子 当年对这些 这这这这这些东西 特别讲究 对不对呀 他讲了 一个是一个是有 圣人境界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大丈夫啊 对不对呀 过去大丈夫 是一个很高的职称啊 很高的一个 像人家对他的尊称一样的 明白了吗 现在丈夫丈夫嘛 也没说大丈夫的 一般的丈夫 明白了吗 嗯 夫是最重要的 大夫啊 过去说大夫啊 对不对呀 嗯 人家说夫人啊 都是一个夫子 这个夫子就是高贵 尊贵 明白了吗 嗯 有境界的 感恩师傅开始 嗯 啊 师傅还有啊 师傅曾经开始过 最高的境界 是无声乏人吗 那么呃 就是想问一下 师傅 这种境界 是不是靠着 圆润的智慧 和神的戒律 双重作用下 成就的一种境界 对啊 冷都不要忍 有什么好忍的 人间就这个过程 从生到死 就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开想明白放开 这个过程 很快就会过去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 很多事情放不下 这个过程过了 我们现在就变中年人了 对不对呀 嗯 有的人一辈子放不下 你也是变成老年人了 这个过程就过了 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呀 嗯 啊 对不对呀 过去不代表你的未来呀 对不对呀 嗯 啊 就是这样 嗯 就是说这种境界下 其实对于忍辱的感觉 不是一种痛苦 而是一种自然的拔起和坦然的这种感觉 对啊 坦然去面对这个社会 不追不求 你一辈子很放松的 不追不求的话 你有什么痛苦啊 你没有追求了 你这个人就随遇而安了 明白了吗 嗯 在精神上 要追求那种 不是人间物质和各方面的追求 而是这种精神上的提升 那这种不叫追求了 明白了吗 嗯 你一追一求 你肯定苦的 只要你追了 求了就苦了 好了 嗯 所以人间 当年佛陀开始 人间八苦之一 求不得苦 嗯 对啊 对啊 有什么好求的 一个过程呀 过程过了就没了呀 没办法 就像你坐火车 嗯 对不对啊 你坐火车 你坐到终点站了 那你还会 你已经到了那里的话 你路上 一路上你都忘 忘记了啊 一路上的痛苦啊 什么都忘记了呀 对不对啊 嗯 感恩师父开始 曾经见过师父 曾经见过师父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但是呢 对于一些老妈妈 和苦难众生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慈悲 拼命的救度 拼命的求 那请问师父 我们在生活中 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 就是严格要求 自己修心念经实戒 同时救很多的有缘人 但是家人境界不够 不能够理解同修的这种怨力和行为 有时候还会进行阻碍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家人对自己的不理解 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愿力 继续救度有缘众生呢 这些问题问了很多次了 坚持 坚持自己的正心正念最重要 一个是坚持 一个是 好好的明心见性 对菩萨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你就不会退转 家里人 家里人要视重 家里的人要视为亲人 但是呢 在他们还没有变得那个那个那个 有缘分的时候 那就是无缘众生 无缘众生怎么样把它变成有缘众生来度呢 就是不断的给他们增加佛缘 增加佛缘的方法很多 让他们看了 让他们听了 让他们念了 让他们接触朋友 都是佛友了 这些都是方法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更重要的弟子可能觉得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平时对家里人也要就是以菩萨心慈悲心相待 让家里人真正能够感受到 你对于他们的一种爱 可能就是慢慢的 他们也会理解你的这种行为 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爱好 或者一些习惯的 在人间最主要就是大家相互体谅 经文到位没事了 经文不到位就不行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开始 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正邪势不两立 弟子也想到一句话 就是挤不正焉能正人 所以在修行和护法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守护自己的心不邪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呀 嗯 好了 嗯 嗯 啊 然后呃 观世音菩萨提到心中越贪求什么 呃 稍有不胜魔就会利用你 但是刚学佛的心人甚至已经修了很久的老同修 整天还是求自己的一些私事 或者执着于解梦 看图腾 问不到师父就想着办法问通灵人 导致修行出现偏差 但是没有一定境界的同修又做不到无所求 那么我们在求与不求之间 怎么端正好自己的心态 让心不起攀念而入魔道呢 要常听正念呀 常存正念呀 正念们就是 你到底学佛为什么啊 又不是为了人间了 你学佛最终目的要知道呀 你最终目的要是脱离六道轮回呀 脱离苦难呀 那么人间 你只要有这个境界 一直念经修行 你人间的苦难会越来越少的呀 对不对呀 举个简单例子 你要想买个房子的话 你会攒钱 不停的攒钱的时候 你不是家里就渐渐富有了吗 对不对呀 虽然你这个目的不是为了 为了在家里富有 而是为了买个房子 但是事实上你能够买房子 就是说明你家里已经富有了呀 听得懂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父开始 听得懂 好啊 师父 就是 就是 观世音菩萨开始说 如果说单求加持 而自掺不足的话 就坏种入 你这个 这个不要在这里问的太多 因为人家打不进电话 现在很多人打电话到 东方电台来说 他们都打不进电话 像这种学术性的 或者有什么 你不能问太多 好吧 因为他们因为很多人 是刚刚开始起步 他们非常需要一些师父 给他们的帮助 而不是探讨研究 探讨研究的话 这个这个非常占时间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电话都打不进来了 明白吗 嗯 啊 好的 好的 好吧 那师父 我帮同修问一个问题 问问题可以 好吧 因为探讨研究的话 只是你们的境界提升了一部分 只能靠你们自己相互去 自修啊 学习啊 明白吗 嗯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帮同修问个问题 就是同修发心 希望帮师父放生 宵夜延寿 呃 如果说呃 就是在重量一样的情况下 相对来说是放生 一千条黑鱼好呢 还是五百只甲鱼好 因为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就是师父呃 一个两个都很好 一表心意就好了 放甲鱼呢 的确呢 是对师父来讲呢 应该是不错的 嗯 嗯 都可以 放鱼 放甲鱼都可以 对不对 有人给师父 放什么的都有 还有人放黄鼠狼也有 你说有什么用了 嘿嘿 还有人帮师父放牛 这牛本来就要放的 每天要吃草的 呵呵 啊 就是同学想 因为他就是发薪 呃 有这样一个功德款嘛 然后他就想问一下 就是相对来说 给师父放黑鱼好 还是甲鱼好 甲鱼啊 甲鱼 帮师父放生 最好甲鱼 好的 买一个 买一个就好了 啊 看他慢慢的游下去 然后 哎呀 嗯 好的 感恩师父开市 啊 然后 那个 呃 法师 还有一个问题是 法师祝念小房子 呃 就是 要 师父开始要有印章嘛 这个印章是 具体是指什么印章呢 是寺院的公章 对啊 就是寺院的一个方的 一个方的一个 一个寺院的一个 还佛法生三宝章叫 嗯 啊啊 好 感恩 因为我这边 可能前面一下子 就是人家寺院里的 人家寺院里的方的一个章 字写的你看不懂的 嗯 其实是三宝 嗯 啊 那是敲在小房子的什么地方呢 当中 他庙里的人会敲的 嗯 啊 就是敲在正当中 对啊 有些法师他觉得自己念了 怕不努力不努力反 或者没你好好念 他就让人家大家一起给他背念 他把图上一敲的话 这张小房子至少对你来讲 你不会 你就算念了 就算就是得到 不能得到全部的话 至少你不会背叶 如果你去 你去请了 请了那种假法师写的 什么是什么 自己造几个字 然后你烧下去 之后没这个人的 而且念的都是空的 那么对不起 这个业就是你在 你因为你 你烧下去的 第一你骗了天了 因为你上面都是 啊 金门 骗天 你骗了地的 因为下面问你要小房子 那些鬼神 对不对啊 骗人了 啊 因为你说我帮你烧 帮家里的亡人烧 或者帮家里人 消业障 你不是骗人了 不叫骗天骗地骗鬼啊 如果他 敢敲一个 这个是寺庙里的章 那对不对啊 说明他至少寺庙里 帮他承担这个责任 就我们过去讲 叫公章嘛 对不对啊 所以以后你们 接运 接运那种 接运那种 法师的小房子 你要看看他 有没有公章啊 有没有这种 寺院的章啊 明白吗 同时就是 去确认一下 这个寺院是否存在 然后 这个法师 是不是的确是寺院里的法师 或者就算不是寺院的法师 至少你要了解他 或者你觉得这个法师是过去你认识的 或者是学心灵法文的 而且很好的一个人 否则的话 你不要去相信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弟子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师傅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 谢谢 谢谢 好 师傅再见 好 再见 感恩关系 师傅再见 好 最后一个 喂 你好 喂 喂 喂 师傅好 你好 你好 师傅请稍等一下 那个 请师傅 就是从同修想跟 想问 想跟师傅分享一个梦境 他呢 最近一直在拉一些退转的人 想把他们拉回正道 然后他 然后另外一位同修提醒他说 要远离诽谤的人与世 不要对自己过分的有信心 以身试法 因为有可能后果会不堪设想 小心这样自己也会被拖下去 然后第二天果然这位同修就梦到 他要就是学校还有几天要大考了 有人组织考前去一个大型活动场所放松 那里有吃喝玩乐 唱歌 看电影等各种休闲项目 很多同修都先去了 他不想去 他心里想 修行人应该修处理心 远离这些欲乐 就是欲望跟快乐 他最后才去 然后到了这个入口 他发现要经过一个环节才能进入 就是在每个人的腰上要套一个大圈圈 像旧身圈那样充满了气 娱乐场在地下楼层 里面有很多 地面上有很多通往游戏场的洞 有的是大洞 有的是小洞 然后同修 就是如果就是去进下去的人 要在腰部先套上旧身圈 人就不会从洞口掉下去 但守门的人要先给这个人念几句魔咒 再叫对方的名字 只要这个人一答应了 旧身圈马上就会把这个漏气 就漏掉了 人就掉下了这个地下的活动场所 这时同修套好了救身圈 然后守门人对他念了魔咒 叫他的名字 可是救身圈没有反应 并没有漏气 守门的人就很着急 反复下了三四次魔咒都没用 同修游泳圈就是不漏 然后同修对他说 算了算了你别弄了 这是菩萨的安排不让我去啊 然后他就返回了学校 突然路上有人对他 到你没有进去 你知道掉下去之后是去哪里吗 那边是深渊啊 是无间地狱 师父我分享完了 啊 逃过逃过一劫啊 我告诉你们 那请问师父 那些坏人啊 我告诉你 等到他哪一天 他就做到这种梦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死掉了 他就活不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在痛苦的话 哎呀 我不该啊 诽谤啊 我不该对师父不好啊 这个时候你 你感受一下当时的感觉 我告诉你 这些人活该了 没办法 真的 很痛苦的 这个时候痛苦没用的 就像很多人 现在一辈子 很多时候后悔的时候 那种痛苦境 没有办法的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 明白 请问师父 那现在有的同学 为了护法 他专门会去 拉那些退转的人回来 这种是不是 对自己能量的要求 会特别高呢 这个是好事情 因为不让人家 调调会命 这是好事情 嗯 哦 是好事 那他自己就多年大悲受 多年大悲受 他可以去 如果他觉得这个人 他能够 呃 拉着回来的话 他要去观世音菩萨 慈悲 赐予他能量 请观世音菩萨 赐予我能量 能够我让某某某 能够 啊 退转的某某某 能够回来 我不想损失他的会命 你去看看观世音菩萨 灵不灵就知道了 你一拉就回来了 而且我告诉你 菩萨给你的能量 远远大于你 拉他的能量 等到你把他拉回来之后 你自己身上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觉得特别有能量 这时候 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就是菩萨给你的能量 加 加持着这个 更多的正能量 你明白吗 你看师父每次法会的时候 其实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在台上三四个小时啊 你看我精神充足啊 看见吗 开心吗 知道 但是我一下台我人就整个像瘫掉一样的 累的嘞 因为在台上 因为在台上菩萨给你加持啊 你什么能量啊 你现在明白了 你想想看多少人这么大的法会 八万人的法会 多少人的气场 对不对呀 有的是修有的不修 有的砸的气场 你怎么 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气场在当中呢 所以要靠菩萨的能量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这些东西都 你们只可心会 不能只可这个意会 不能这个这个这个言说的 言传 言说的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就是我们什么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讲 跟观世音菩萨讲 要讲 观世音菩萨妈妈不会嫌你们烦的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然后请问师父 那个同修在佛台上 供着一位观世 供了一位观世 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另外一位是慈向自己的观世音菩萨 他早晚上相提醒的时候 是不是两位观世音菩萨都分别要提醒 对吗 对 嗯 好的 还有个问题是 现在同修 就是现在白头发和掉头发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三十几岁 就是同修都有一头的白头发 或者他掉发特别严重 那请问能不能平时头发上喷点大杯水呢 首先我告诉你一句 一个人老起来先老两个地方 一个是腿 一个是头 对不对 嗯 你看过去有句话 人老先老腿 这个腿走不动了 腿不能动了 对不对啊 还有头 头你看掉头发啦 对不对啊 然后头发白啦 对不对啊 然后额头上有皱纹啦 对不对啊 这一切 一个头一个脚 所以怎么样来保养好自己 实际上你要记住 看见你的腿不好了 头 各方面在开始衰老的样子出来了 你就要知道你时间不多了 我就讲给你们听 哦 这个意思啊 就要抓紧时间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去看好了 一个人如果六十岁 一个人如果五十岁 长得像七十岁 长得像六十岁 这个人寿命就是六十岁 七十岁 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五十岁的人了 听到懂了吗 哦 听到懂了 如果一个人 他今天四十岁 他长得像六十岁 我告诉你 他已经折兽三十年了 或者二十年了 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吗 这么有讲究 哦 我告诉你老脸啊 脸先老啊 还有脚先老啊 所以你去看一个人身体不好 年纪偏大 首先是脚会摔跤 关节不好 路走不动 站站不动 这就开始摔老的现象开始了 医学上都有的 有讲究的 哦 哦 你看个马老什么 马是老喷鼻 这个马不停的 我鼻子在喷啊 这个马就开始老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人喘着出气 这个人就老了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哦 哦 听懂了 谢谢师傅 那那专门有人少年白头的人就很不好了 很不好 你去看那些少年白头的人到了晚年你看看他什么景象去看看看他能活多少时间 好的 明白了 不是不好 新城代界非常不好 里面的内分泌完全失调 我问你头发哪里长出来的了 头发是从你脑子里长出来的 你脑子不灵的话你头发长出来会好的 所以你看人家一头雾黑的头发 说明他的脑子血脉活动很正常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师傅那如果同学已经碰到这个情况了 他该他该念那个什么经呢 就我呢 刚才至于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我呢不提倡 但是呢我说会有帮助的 因为我如果我过分的去讲这个 可能会被人家啊就会被人家钻控制 蒋台长 对不对呀 蒋台长哎用什么大杯水 实际上你想想看 大杯水有没有能量你就知道了 多少人喝了多好 多少人喝了大杯水 我告诉你伤风感冒都没有 大杯水肯定有能量 庙里多供大杯水的 好了你知道吗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去过分讲这种 过分讲这种就人家就抓你 抓你毛病就讲你了 台长在那边说说什么 我不讲的 你们自己知道 我就告诉你有有效果的就好了 好好的 明白吗 好的 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家攻击的吧 这些话 这做人太难了 你知道吗就好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上次您反映了一位同修放生两百只甲鱼延瘦了三年 后来我就想怎么会效果那么好 后来了解了一下详情才知道 他放的是专门放那些超大只 就是一只两斤多的大甲鱼 就是大概有像 起码有像个小的脸盆这么大的甲鱼 是不是之前您讲过的吗 你说要开始 要放那个脸盆大小的甲鱼可以延熟 小甲鱼也能也能延熟也能延熟 小甲鱼小甲鱼们掌月掌日掌月 就是多活几天了多活几个月了 大甲鱼们掌年 谢谢师傅 师傅您保重身体 同修们都 现在还是很多同修都很团结的 您放心 我太清楚了 你放心好了 我告诉你 心灵法门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非常好 是的 好吗 而且现在越是 师傅越是累 同修们就越是发心 在帮助师傅 对啊 很多人帮我放小甲鱼了 所以我每天在增长啊 是的 好吗 感恩师傅 好的 师傅 你保重身体 好 再见 再见 好 师傅再见 再见 师傅好 师傅稍等 师傅好 弟子给安心台湯请来 师傅 不好意思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说 师傅 修出六道后 一个菩萨的果位 到高低 是以什么来衡量决定呢 这种 一个菩萨的果位高低 一般的先刚刚上去的话 基本上都是最基本的菩萨 就是说 比方说你投人了 你只要到了人间 你就成为一个人了 明白了吗 你同样到人间 对不对啊 你说一个动物投胎 那么到了人间 他还是动物呀 对不对啊 那么到了我们像我们一出六道 一到人间 那么先是做普通的菩萨 都称为菩萨 明白吗 明白 然后呢 在上面呢 再慢慢慢慢的开始根据你的境界 他才会慢慢的生 我说的这是普通的 如果你在人间本身就是 比方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菩萨 对不对啊 那么你上去之后 就是实际上人间的这个 基本上的果位你已经修成了 你上去有两种一种事 你上了去之后 你就有果位等着你了 哦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方说你在某某省 你做是 做省长 那你掉到那个省 你也是省长 那你在人间修到已经省长的位置了 你到天上还是做省长的位置 明白吗 嗯对对对 你在人间修到三地菩萨了 你到了天上就是三地菩萨 这是一个 还有的呢 基本上都上去 上去之后再靠自己在天上慢慢修 也可以 哦 也要修 也要叫出地 出地的话就是一地啊 二地啊 就是三地菩萨了 就是这样 哦 那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在人间是十地菩萨 天上就是十地菩萨 还是主要是靠人间那个修为 而决定的 占大部分吧 对啊 因为你的本性在人间嘛 你的本灵在人间嘛 所以很多人在人间已经修成佛了呀 呵呵 所以他上去 他上去就是佛呀 呵呵 哎呀 所以人间为什么这么重要 所以为什么人间师父这么着急 叫你们要好好修 好好修 其实上就是靠人间呀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大学毕业 那是一个概念 你最主要还是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要用功呀 嗯 是 对不对 那师父就是一个果位的高低 还是完 就是大 百分之多少取决于他的人间 百分之多少取决于他在天上的修呢 师父 实际上像你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 如果你到了人间 你比方说成愿再来的菩萨 那你这个果位就往上修了 你在人间修多少 到天上就得多少 你在人间 你比方说做的都是佛的事情 你到天上一定成佛的呀 嗯嗯 对呀 如果你在 如果你这个这个菩萨 比方说你说到了天上之后 还能怎么修上去 到天上也 他也是一地地菩萨 经过不断的学习呀 听大菩萨的开始啊 他跟我们人间一样也是开悟啊 他也是在有悟性的 你为什么要分成上等上品啊 为什么要分成下等下品啊 这就是你的品位 为什么你的品位不够呢 因为你的悟性不开呀 还是悟性不开 只是说你做了菩萨之后 因为你身上已经带了很 很少的业障上的钱 然后呢 经过啊 你已经成为一个菩萨了之后 你在七公得水呀 八宝池里面 这个这个洗净之后 那你出来的之后 你只是身上干净了 但是并不干净 不代表你身体好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有一个问题 你看现在有些小孩子 都是天上成人在来的菩萨 如果他投到这个家庭里 这个他的妈妈 没有好好地培养他吃素 从小念经 就培养这种慈悲心 那是互法和菩萨能不能就是有这种可能把他直接就带走了 带人家长一场病就走了 有这种可能吗 你说菩萨是吧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哎呦 一下来就迷惑 迷失方向 嗯 这种有的 一下来迷失方向 出来没多少时间投了个好人家 吃喝完了 这很快就带走 这种就是说 他自己天上管他的菩萨 师父 就是他天上的师父不舍得他了 看他在人间沉沦 以后做不了菩萨了 他就把他带走了 那师父弟子不接 那直接投靠觉佛的家庭中 终究可以了 那他是成全带来了菩萨 为何投到这样的家庭 又被拆来了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佛陀的父亲 对不对 他有没有那个 他有没有那个叫叫叫信佛啊 没有吧 没有 那菩萨为什么不投一个再来一个大佛好了 兰登古佛这个家好了 没有的 有的时候他就给你一种考验 给你到人间的境界 他只不过说给你在这个位置上 给你找到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是很善的 明白了明白 是这样 我就挺羡慕那些 人家下历 全家修的 人家投在这种家庭真好 对不对 谢谢师傅的 初一开始 师傅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师傅 说有的人做梦准 有的人不准 请问师傅 师傅修的越好 杂念越少 做的梦会越准 还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做梦呢 是这样的 做梦呢 代表你的意识 意识 你比方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是真的 这也是真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菩萨给你意念的话呢 那你当然是 这个念头越干净越好 所以很多人 五点钟啊 到八点钟的时候 菩萨给他很多的暗示 给他很多的启发 做梦真的准 这个准的话呢 就是给他一个 这说明他很干净 所以菩萨直接 看在梦中 跟他讲话 你我们不讲高的 我们讲低的吧 你说很多人 专门 要问师傅 这个想打电话 打不进来 想看图腾 那晚上他就 他做梦 师傅就到梦里 去跟他看图腾了 很多人改名字 改不进来 对不对 嗯 你看你说 你知道吧 师傅 你刚才说的这个太对了 就那天有个小姑娘 她妈妈不是得了精神病吗 哎呀 她打图腾打不进去 她就哭着 哎呀 就我想知道什么什么英国 就哇哇的哭啊 结果呢 她中午 她不是累了吗 她睡了一觉 梦到师傅了 师傅说 你妈妈身上有两个灵性 有一个小灵性 需要五张 那个灵性 需要两千张小房子 现在已经不是你妈妈了 已经完全被灵性控制了 哎呀 直接灵了 你现在知道了吧 现在你要干净的话 你干净的话 连师傅都可以给他托梦的 这一点问题不大的 要干净 那关键 师傅 那关键是有的人得了重镜 他梦不到师傅 那咋办 梦不到师傅 说明他就是你刚才讲的问题 他自己本身还不干净呀 哦 要干净呀 听得懂吗 嗯 那得了重镜 本身就是有业障 就是这就不干净 那梦到师傅也好难呀 就是自己不干净的话 你求佛也不灵呀 所以为什么人要干净啊 对不对呀 那你要是说许个愿 许个小愿 你说菩萨梦不到 弄一个 弄一个 稍微 稍微低一点的人来梦梦 也梦得到的呀 要许愿呀 哦 你不信呢 你睡觉之前 你说呢 我要见见师傅呢 我今天许个什么愿呢 你看看我来不来呢 这个法生你看我来不来呢 呵呵 呵呵 是是是 是的是的 哎 当然是我 是吧 师傅那我继续问 师傅 你看你你昨天那个路 你昨天那个录音吗 你是这样说 我你这样说 今天师傅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以后这边小房子 如果是法师叫他叫你叫他盖寺庙里的图章 他带不出来的小房子 你就别用 我告诉你 菩萨已经已经跟我讲了 我就要我就要跟你们讲 很多事情必须有菩萨跟你讲的 盖了图章的话 他庙里帮你承担 就是单 他庙里帮你承担 就是单业 就算他不好好念这小房子 庙里的其他法师帮他单业 所以他就不敢乱念了 如果他拿不出图章 就那就是散兵游泳 散兵游泳 有的根本不是法师 听得懂吗 为什么叫你们要听广播 因为广播里不停的有新的信息出来 你你所以不认识的法师 你们没有跟没有跟他结缘过的话 一定要叫他盖庙里的图章 没有什么客气的 盖了庙里的图章 他的业 他的业庙里所有的法师替他背 所以很多的方丈主持 就把这些乱来的人赶出来了 叫他不要影响庙里 听得懂吗 要生 师傅 这个有同修想问 这个问题 这个结缘的小房子 要盖图章 是怎么理解呢 师傅 你开始一下 你知道比方说有些庙里 有些人结缘法师的小房子 现在有很多人骗 随便写一个事什么什么 他们不怕造业的 他们怎么做坏事 对不对 为了赚钱 为了练财 对不对 那么我就问你了 如果他能够今天拿出那个庙里的四印 庙里的自己的印章 我们叫法印了 就是其实 你如果能够盖上去的话 对不对 说明你还是寺庙里的人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念的不好的话 我告诉你 是不是寺庙全部人帮他承担啊 是的 对不对啊 就是师父为什么现在这么苦啊 因为很多人打着心灵法门的旗号 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那么人家最后还是要师父帮他们背啊 人家要讲 怎么讲你师父不好啊 你们好了 人家讲师父好啊 你做的不好 人家不是骂师父吗 是的 那你今天寺庙里的法师 你帮人家乱念 最后这个业障谁背呢 那么寺庙里背啊 大家一起背啊 所以寺庙里很多人生病啊 就是这样 那师父 这个图装盖的小房子 在哪个地方呢 如果盖的话 他就是前面啊 他就是在 你没看见过啊 很多庙里 前面出来的小房子当中 都有一个大的工章的 就像一个大印章一样的 寺庙的 哦 是盖在小房子的中间吗 师父 对啊 有的盖中间的啊 都是盖中间的啊 其实他是作为一个 像一个水印一样的 明白吗 所以我看过 因为他们很多人叫我 看法师的房子 因为我看了那些盖过印章的 他还能用 有一些乱念的 没盖印章的 根本瞎搞了 哎呀 师父 哎呀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如果他自己去课一个 他是自己为了练才的话 他活不过半年了 你叫他去造 你叫他去造 但是呢 如果真的寺庙的工章 他不好好念的话 那么 嗯 大家帮他背 那么至少这个 请到那个小房子的人 他不会 他不会就是说 骗天骗地骗鬼 至少说 他有人 可以承担这个事情的 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是比如得了 是否 比如是得了重病的话 如果他请到这种盖章的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有问题 他那个生病的业障 直接转移到 他的身上了 对啊 替他背了 对啊 那 还是背啊 那他的病会好吧 因为他得了重病 他替他背了 他这个重病会好吗 师父 一样 就是看他念的怎么样了 比方说 比方说他念了整个小房子 他只念了一半的数 这个量 但是呢 他点了全部的量 明白了吧 那么 哦 那么他就可以拿到一半 那如果 因为这个还有一半不好的呢 本身还要惩罚的呢 这是惩罚庙里了 跟他没关系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本身你起来的小房子 如果你没有好好念里边有问题 那么一半不一定拿得到 还有你有骗天骗地骗鬼的嫌疑 就这样 哦 那如果是烧了盖章 师父 如果烧了盖章的小房子 如果他质量不好 我没有 我烧了 我没有业障吧 没有 因为他已经有了盖章了 我没有 就是他负责 他负责了 庙里负责 庙里负责 如果你要知道 我没关了 如果比方说 你今天听了很多不好的 比方说法师 他戒业的小房子 如果他听了台上讲的话 他去刻一个庙里的账 第一不是这么容易刻 第二 刻了之后 你这个庙子刻了之后 你只要敲下去 我告诉你 地府马上盘查 查这是哪个庙 如果没这个庙 如果他自己撕的 我告诉你半年 你叫他去做 你叫他去赚好了 这个钱 我就是讲给你们听这些 哦 明白了 那如果他下去的话 还要补虐精来吗 师父 补虐精 我们下地狱了 直接下地狱了 哦 哦 明白了 七十灭祖 七十灭祖 他已经是形成诽谤了 他这个 他是事实上的诽谤 他没有做 他去说做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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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的词比开示 师父 您当时不是根据 您最近的录音 您的开示说 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可以求贵人缘 我们也知道 念姐姐咒 可以帮助我们 化解恶缘 结交善缘 请问师父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师父 大吉祥天女神咒 希望自己能够碰到更多的善缘 碰到善缘 你多念这个经之后 会碰到一些善缘过来 比方说你一念了之后 天女善花了 人家说曼陀罗花了 到处都是莲花了 你随手可得 对不对 唾手可得 一样的 就是说你能够得到的边上的都是贵人 反正你碰到的都是贵人 就像你到了一个花园里 随便边上摘一朵花 它全都是花 好的花 对不对 你要是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你要找一朵花都不容易 他这个道理 是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师父的词理开始 师父 请问 这不是博客中有一个人留言吗 有一个同修分享 他说 献身说法后 菩萨开始他身上的两个灵性走了 还给他销掉了200张小房子的债 请问师父 是不是因为他献身说法 观世音菩萨亲自把这份 他献身说法的功德 用于来销掉等同于200张小房子 才能销掉的业照 是啊 但是呢 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学的是心灵法文 观世音菩萨法文 但是他有护法神的 这个事情是护法神做的 但是菩萨一定知道 就是这样 明白 那师父 那灵性 那师父之前开始过 灵性是要我们的小房子 才能超度走 而不是靠功德 但是他身上的 但是他这个情况是身上的灵性 因为他献身说法之后 走掉 而不是 而并不是念了小房子之后走掉的 而是靠他的功德 献身说法的功德 我问你啊 我问你一句话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 念经有功德不了 有 好了 这还不懂啊 哦 还要我讲啊 念经是不是功德了 是功德 是功德 那好了 你 你开示度人 在上面献身说法算不算功德了 哦 是的 小房子的功德能够抵消 哦 那个 开示度人的功德就不能抵消啊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师傅 您以前帮一些师兄不是改名字时 他们的名字里不一定带有金木水火土啊 像师傅的名字里也没有五行啊 感觉啊 那请问师傅 那就算 师傅就算命根据五行中的一种 也不一定是名字里要体现出来吗 师傅 是的 因为人基本上阴阳调和的 但是呢 有些人的命中是缺土 那就是身体上就是缺种营养素了 那就比方说这个人缺钙 那你要补钙了 那一般的人正常的人不会缺钙的呀 是吧 对不对了 所以他这个名字就这个奇特呀 但是实际上你细分析哪个名字里边没有土啊 哪个名字里边没有水啊 你说 你说你说你说卢俊宏的红字有红字上面不是一点不是水啊 这叫轻钉点水嘛 对不对 明白了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啊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懂的 所以有些事情你怎么会没水呢 你怎么会没土呢 你最后一横那就叫土 你比方说文化的文下面就没有土啊 对不对 你只要一个字最后有一横的那不叫土吗 这不就接地气不就土吗 哦 你一撇炉的炉的一撇你不就疯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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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 你只要把他一个字的 把他字的某一撇某一点 你把他连起来是一个字 你把他拆散了 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吗 哦 你金字边旁 虽然不是这个字 但是你是不是金了 嗯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感受 那师傅很多同学想找您到梦里改名字 那但是他们又梦不到 是不是应该就多做功德 多学和修心才能梦到师傅给他改名字 也是福德感受 是这样吗 对啊 所以很多人有一个名字叫玉 金字边旁一个玉 玉米的玉 玉米的玉 你说这个字 这个字就叫金玉良缘了 金玉啊 边上是个金字边旁 边上这个玉 就是金玉啊 金玉 金玉嘛 就是人家说这个就不得了了 采运啊 各方面都有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而且这个玉字还有一点 那个是水啊 对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玉字还有一个王字 王嘛就是 人家说称为王啊 为王啊 战山为王啊 什么为王啊 至少一个小王星啊 所以他名字里面 很多人过去有测字 他说你 你心里想什么东西 你写个字出来 他马上可以把你分析出来 哦 对对对 师傅 那他是根据什么原理呢 师傅 原理我先不跟你讲 我跟你现在试一下 你现在比方说 心里想的一件 你很烦恼的事情 或者你想一件事情 你现在 你现在你告诉我一个字 我马上把你分析出 你现在在想什么 测字 我然后再告诉你原理 呵呵 你要不要当场试验 呵呵呵 我不是我王子 你嘴巴你现在 讲一个字出来 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分析的 透彻的不得了 哦 我讲个福吧 福气的福吧 这个 福气的福 对不对啊 好 你说你讲个福气的福 首先 师傅告诉你 福气的福 第一 你这个人 不想多事的 因为上面一横 是平静 求平安的 但是你的嘴巴呢 不讲又难过 哦 你看一横上面 右面 下面是个口 就是你的嘴巴 哦 对不对啊 你如果这个嘴巴 守住了 你上面这一横就平了 你如果这个嘴巴 守不住的话 你看你下面这个田字 田字什么意思啊 田字当中 是个家 嗯 对不对啊 你就是在口当中 在家 就不停的说 所以你这个人嘴巴 就停不下来 嗯 那么你这个人 最大的问题 你想有福 但是你的嘴巴 守住你才会有福 否则你的嘴巴 就叫大嘴巴 因为你这个 口子下面 又是一个口 而且再来个家 就是你嘴巴会 话越讲越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左边 你因为有一点 说明你有甘露 但是你的人生 你看 一横 再往那一撇 再往右一撇 说明你经常 左思右想 心不定 哇 然后最后你能撑起来 这一杆 为什么 就是在你左思右想 撑不定的时候 你最后还是站住了脚 所以你只要守住这个口 人撑得住 就有福降临 好了 这个字一讲 你现在所有抽的事情 你心里的烦恼 都是因为你的嘴巴引起的 好了 准不准 哦 密码了密码了 你说准不准 呵呵 刚刚给你们演示看 这叫撤字 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 是的 你看看看 你开玩笑 太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因为字来自于你的心啊 是啊 我告诉你 人的所有的行为 都是你心里发出来的 你一个举动 一个动作 都是你心里啊 就是你咋办一下眼睛 也是你心里行为啊 是的 对不对啊 你今天胳膊动一动 也是你心里啊 因为你心里觉得痒了 你胳膊才会动啊 啊 你看有些人嘴巴憋得难受 不让他讲话 他还要讲 嘴巴在动啊动啊动啊 但是他不讲话 你说是不是心里行为啊 是的 是的 好了 你一般的撤字 你以为下面是个甜 甜子是一个 一块块甘甜一样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的小口 引起你的大口 哦 所以你要 就是你要 守住口 口业的话 你最上面就是平安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师父您说到 你左摇右晃 你左面那根杆子 你看你最后 那一横 你就是很细细的 你就站不住脚 哦 你看看你那个边上起 你边上福气的福字 那个字 你看看是不是像一个嘴巴 对着 对着一个人在讲话 哦 是的 是的 就是那小恶人 哈哈 哈哈 现在知道中国文化的深奥了吧 哈哈 那那师父呢 你解释解释佛这个字吧 佛 一个人 嗯 跪在那里 一个人跪在那里 很多人把佛字 早就写成 一个人在跪在那里 在烧香啊 哦 对对对 佛字什么 佛字是什么 佛字还不知道 你看看他右边 那个佛字 对不对啊 坚定 坚定你的信心 在人间弯弯曲曲的道路上 坚定你 信心 边上就是个人 你一个人 想成佛 你就是在弯弯绕绕的 这个人生当中 第一根 是你的人身体 第二根线 就是你的慧命 坚持人身体和慧命的两全 坚持你就是个佛 好了 哎呀 明白了 明白了 你这么 你你以为师父这么好做的 哈哈哈哈 嗯 明白明白明白 师父 好了 嗯 嗯 感恩师父的词兵 开始啊 这个中华文化 真的博大精神 真的博大精神 不是开玩笑 我很 我很想搞个国学院 以后 嗯 佛学院 国学院 跟他们讲啊 因为这么 这么好的东西 不告诉大家 真的有点浪费了 嗯 那师父 您什么时候 做国学院院长 师父 院长 台长 还没做够了 哈哈哈哈 这卢台长 做就算了 反正啊 很多老妈妈叫我卢队长也好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主要 主要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嗯 师父 我哎呀 师父 没了 主要是您太辛苦了 我最后说一点 就是说 有个同修说 哎呀 是 自从师父从布里斯班法会回来后 师父整个人憔悴了很多 累得不得了 昨晚师父明确归你 没有念经烧过小房子的 就算打通师父电话预约 也不能看 因为师父背的太多太多了 嗯 请同修们记得来探望师父的同修 请你们把把关 不一定师父的身体太重要了 有今生 无来世 我们就这样 这样一个耗自己的生命 土度众生的活菩萨 他还继续 每一场超大型法会 后而养足精气神啊 请师兄们谅解 万万感激啊 请爱我们的师父 师父太辛苦了 师父 谢谢 谢谢 好好努力 好吧 嗯 好 师父再见 师父 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那么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 星期二 再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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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